我从巴鲁齿斯坦 我从Belgium 我从意大利 我从印尼亚 我从Maldives 我从Nemar 泰国 泰国是微笑的国度 我们这里有15个国家的不同信仰的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在这里 What makes us happy? 所谓的幸福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很关注 2013年夏天 在微笑的佛国 听瑟达吉堪布 讲述科学的悔恨与古老的幸福 谢谢大家的理想 听瑟达吉堂 汪格的思想 汪格ED 汪格 ком 福氏 feed із 真 可 克 在1985年,漢邦导臨上的革命是他的律師 而在年來,漢邦导臨上的大學 在企業中的中國大學 像北京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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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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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1922年期中 von invoke新的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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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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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1年, Balance jumped Advocacy小學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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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century大學 We are very lucky to have Kampo to be with us So here we have Kampo Shodakit And let's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 before he can start 今天很开心在这个国际学院当中 跟老师 教授 还有 刚才教授说我们这里有十五个国家 不同信仰的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在这里 我刚才在门口上看了有很多国家 我数了一下 应该有十七个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 这样一种包容开放的环境当中 大家常说一言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因为所谓的幸福 实际上是全世界的人们都很关注 每个人都从早到晚 从将生到死亡之间 一直为幸福的方向而奔波 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 包括我在内 都是追求幸福的人 当然追求的方法都不同 有些是依靠物质而想获得幸福 有些是依靠心灵的 调整方法而获得幸福 有一种说法叫 一般来讲 比较低层次的人 依靠物质而获得幸福 比较中层次的人 依靠艺术而获得幸福 高层次的人依靠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心灵 来争取获得幸福 而我们今天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 是生命科学与幸福的艺术 我追求的幸福 我想跟各位所追求的 大致上是应该相同的 但是我本人是依靠藏传佛教而获得幸福的 同样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当中 有些是依靠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还有其他的宗教 以及有些没有宗教的这种信仰 每个人会追求自己人生最有意义 最美好的事 我想不管是你有信仰 没有信仰 即使有什么样的信仰都应该很尊重 也很互相学习 互相应该我们去交流 有一种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包容世界 当前来讲也很重要 我十四年前来过泰国 当时的感觉 这里也是应该很清净的 但是十四年过后今天来到这里 我感觉外面的商业的浪潮 对我们的幸福也许冲淡了一些 人们成为泰国是一个微小的国家 跟这个跟我们西藏藏地的人也有相似 东西方的很多人认为我们藏族人很开心 很快乐 经常脸上带有笑容 所以我以前在很多人的面上看到自然的微笑 但是好像今天到现在的时候呢 就并没有那么感觉 我是刚才讲从藏地来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湄公河的沿途呢 我们藏地的青海渔树 所以在一条河的沿边呢 我们有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互相值得学习 或者说是相同之处 这一条河 美宫河 你说的对吗 美宫河 美南河 美南河 美宫的支流 应该美宫的支流 对 这一条河呢 实际上沿途都是在青藏高原 其实我们藏地的 包括印度 中国 以及亚洲的很多国家的河流的来源 都是青藏高原 这条河流到了这里的时候 被各种城市科技的污染 现在这个河 河流就不能河了 我很担心 我们藏地的河流呢 到一定的时候也不能河 现在可以河 最近我发现 包括中国 还有在其他国家的很多 到泰国女友的人 到泰国来度假的人 越来越多了 同样的 我们藏地也有南天白云 也有各个地方的人 也想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都有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危机 一方面 国际上的客人 越来越多了也是很好的 我们修的高楼大厦可能越来越高 坐的车越来越好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内心的信仰 心灵的传统 这些很有可能 越来越减少 现在的很多人 对有价值的 内心的 信仰等等 这方面 很多年轻人 不以为是它很有意义的 而偏偏在外界当中的 各种电视电影当中 所广告的那些内容 人们都特别追求 我觉得泰国跟我们藏地人有很多相同 比如说泰国人从小的时候 很多取名字的时候 有佛教徒或者说出家人给他去 跟他进行祝福 念经 那么我们藏地也是从小都会受这样的感染 任何一个重大的意识 都有一些佛教的意识来做 但是将来的这些很多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会不会按照传统的行为去做呢 这也是个问题 在泰国 基本上是每一个象征都能看到佛塔 有寺院 在我们藏地也同样的 比如说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县城 大概有16个像 其中有20多个寺院 那么跟现在的状况来看是基本上相同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 不管是佛教也好 其他宗教也好 那么从中对他带来的利益 好像不如金钱 不如现实的一些财富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错误的观念 有些年轻人觉得不管是古老的这些宗教传统 实际上对我们可能新一代的科学界的人 带来的利益不一定很大 这种想法实际上对真正的人生的生命观 并没有很好的了解的一种行为而已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科学是很先进 科学对人们带来利益 这一点我也不服人 确实有了科学 不管是交通 信息 还是跟我们外面的物质条件都有所提高 这一点大家都会共同承认的事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问题 都是依靠科学来解决呢 不一定的 我们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古老的 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意识 这些都是千万不能舍弃的 如果我们意味地相信 科学能解决一切 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因为科学家自己也所发明的很多事情 到最后的时候自己也会后悔 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科学家 他叫做是马丁奈尔 马丁奈尔是1974年的时候 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天文学的诺贝尔奖 他获得这个奖之后呢 他主要是依靠色电科学技术 最后军师已经应用了他的技术 后来就经过大战的时候 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 到之后他自己发现 他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说过 他说我1946年的时候 如果变成一个农民都更好了 他很后悔当科学家 他说因为他的发明 他的成功呢 从1946年开始不断地进入研究科学 他最后获得了这个发明 但到最后毁灭人类的很多的武器发现的时候 他就说道说是 我1946年的时候如果当过一个农民 就也许对人类是更好了 他在临死的时候虽然留了这个衣着 但是呢就没办法已经来不及了 同样的道理科学家阿因斯坦 他也先开始发明炸弹 到最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依靠他的这种技术难用 最后两千多万的生命已经失去 在这个时候他也很后悔 他通过美国总统的多次的折折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来不及了 我们人类历史上 自从人类的危命五千年以来 发生的战争是一万五千次 而战争当中死亡的有十个亿的人们 尤其是圣格世纪在一百年当中 战争而死亡的有两个亿的人们 其中卷入战争的有九十多个国家 为什么是圣格世纪 所杀害的人们是最多呢 就是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将来科学越来越发展 各个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是非常好的 一旦发生冲突之后 那么利用科学的武器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 生命的危险 那么这些科学是谁造的呢 就是我们人类自己造的 从蒙中意义上看呢 我们就做很多的武器 实际上是就人们 就是自己毁灭自己的武器 因此我们要提倡和平 提倡废暴力 提倡平等 而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宗教 不管是什么宗教 都提倡人们的善或者是真能量的这一面 佛教的和平观也是同样的 当年在印度两个国家 一个叫波士尼王国 还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国 就是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说过 如果战争我获得战胜的话 那么就是我的敌人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失败的话呢 我这里的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也许宗教的和平观 我们在战士的各种真责 各种特殊的原因下呢 人们不一定能接受 但到一定的时候呢 也是会承认他的观点 就像当年的安山书记绵典的 那么他刚开始 他的和平和非暴力的这种观点呢 有很多人就不承认 但是后来呢 大家都也知道 这个是对人类生存方面 不可缺少的因素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一个法国的著名导演 他拍的一个叫做是内蒂 就是在这里呢 他当时对着墙壳 也可以说是为了民族 为了自由 为了和平 付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那么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对所有的人类的和平 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我们很多人讲到了 不是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 跟整个人类的 道德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呢 不一定就是喜欢听 不一定就是喜欢学 但实际上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道德 听说你们国际研究中心的 所有的这些学生 到将来各个国家去当领导 那么当领导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善良的心 高尚的行为的话 在任何国家也是非常糟糕 你们将来如果当领导 第一个想法就是贪污 或者说金钱的话 那都领导就当不成 即使当成也是个坏领导 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 这将到钱财 爱情的时候呢 有感觉 其他的都相当于 有一个成语叫做 是对牛弹琴 就这样的 以前故人有一个 叫对牛弹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很美好的 很冬听悦耳的这种音乐 但是作为牦牛 它之中是它的吃草和水 除了这个以外 最好的这种声音 也是对它没有兴趣 一旦如果我们用小牛的声音 或者用对它自己通力的 这种生活的声音 发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关注 我去讲过一些学校 但学校里面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就是就业问题 然后自己的这种家庭问题 很多人很关心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怎么样做一个好人 这方面很多学校不关心 这里的生活呢 我不是很熟悉 但实际上可能大致都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呢 我自己认为 最好是有一个非常向善的人格 要想帮助别人的一个心态 那这两者是作为年轻人不可缺少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 很多人对信仰的关心比较表面 实际上我们有一种信仰的话呢 那就是在生活当中 尤其是经济的一些波动 政治的一些动乱动荡 在这种时候 有了信仰的人的心态非常平稳 他可以面对任何的灾难 作为年轻人一定要知道 这个科学这几百年来 对人们的这种作用 绝对不能替代 宗教几千年以来生存的它的价值 从佛教来讲以前印度的一个众理 叫做尼赫鲁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现在充满暴乱 充满动荡 充满冲突的世界当中 佛教就像是光芒具足的太阳一样 他说这样的从此 原子丹和清丹的世界当中 那么更没有任何东西 佛教的教理那么重要的 人类做了两千五百多年 只是进一步的严正 或者是进一步的证明了 它的持久性和重要性 佛教就是这样的 其他的宗教也有它的生存 和它对人类的这种贡献和利益 因此我经常在想 我们现在的新时代 很多的新的发明和新的商业的浪潮 以及是各种各样的交往 慢慢慢慢冲到了我们非常珍贵的信仰 非常珍贵的自己拥有的德行 虽然现在有些人是有信仰 但是信仰的比较迷信 对科学也有迷信 对宗教也有迷信 如果你信仰一个科学的话 我希望你应该很认真的研究 为什么你信仰它 如果你信仰一个宗教呢 也需要认认真正的去研究它 为什么你要信仰它 宗教的信仰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意义 原来有一个哲学教叫做是贝克莱 贝克莱他说过 当我们比起严谨的时候 世界上的所有的宣扬都没有了 当我们比起严谨的时候 所有的宣扬都没有了 很多人认为是他很败持 实际上他就降到了宗教的力量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可能也想一想 有时候你们睁开眼睛不已经找到幸福 你闭着眼睛也许是得到幸福 我说的意思你们懂得没有 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科学 或者说现在的人们的这种各种的广告 各种外在的这些事物 来人类现在固有的信仰 如果我们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当中 很有可能太过的 包括我们像藏地这些的佛教和传统 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形象而已 就这样就很可惜 我很担忧 这个也许是一个过多的担忧 有一个叫做欺人游天 以前有一个人他天天地想会 天要跨下来很伤心很担心 但天没有跨下来 但我的担心也许是 确实是我们需要年轻人值得关注 因为当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 那外在的物质再丰富也我不信服 如果我们内在的心灵的这种安享平静没有的话 光有一个外在的钱财 美金也好 其他的金钱 越来越多不一定快乐 我们经常看到高级的一些宾馆里面的人 都没有微笑 而在山上的一些平民 或者说是在寂静的寺院附近的这些人 经常有笑声 你们很多年轻人认为 以后我有很多很多钱很开心的 但是你的钱越来越多 你是越来越痛苦的 因为这是历史证明的 也是人生的体验会证明的 尤其是美国最近年有很多的调查现实 那么我们的叫做繁荣之数 也就是说人们的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幸福之数越来越低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 我觉得并不是很到位 因为他们的眼里只有金钱地位 名声才会人生是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人生一定要需要有一种自己的修养 自己的道德 自己的利他性 只有这样才能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完美 你们很多泰国人认为太宗对你们带来经济的利益 女友的开发 应该全国上下的人们很感谢 但实际上这样的这种意愿 是对你们来讲好还是坏很难说的 我很担心我们藏地也有一个叫做藏窘 如果藏地也来了这样的话 有不断的女友不断的开发 最后所有的文化都没有了的时候 那不知道寻找谁 因为现在我所在的寺院 所在的青藏高原 还有一些广阔平淡的草原 森林 矿物 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尤其是人们的这种微笑和信仰 通过女友和开发 也许我们钱很多 但是如果内心不快了 钱没有用 很多年轻人未来的使命就是掌握在你们书里 但是我们也是很无奈 因为我们卷入了世代的浪潮当中 因为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世代的浪潮 它的力量非常大 所以我们既少数人即使发现 也不一定有阻碍的能力 我们认为是新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不可缺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旧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 我们认为外面的财物对我们来讲很有用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 我们内心的安静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我们认为科技的发明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 应该宗教的这种传统对我们来讲更有意义 因为新的东西外面的财物对我们带来的快乐是 是暂时的变化性的 而我们的宗教和固有的这些快乐是应该说是永恒的 它对我们的利益是更加广泛 我们每一个人寻找自己的快乐也是一无用辞的 你们将来每个人都有家庭 都有需要自己的工作 需要钱财和地位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身边的利益众生 利益其他的人 还要保护我们人类的固有的财产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其实每一个人来讲人生是很短暂的 几十年过得很快 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应该是做有意义的事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会饿死的 不会像非洲 像有些难民一样的 我们不会饿死 在座的人尤其是你们水平这么高 不会饿死的 但是我们很有可能今生的粮食被饿死的 我看到我的很多朋友 他的钱越来越多了 但是内心的精神越来越贫寒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贫寒 其实人生活应该如果他的要求标准不高的话 都可以 蚂蚁也是每一个蚂蚁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但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看到下面的城市 其实人类就是跟蚂蚁我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蚂蚁也是他特别忙 就是每天都是做的工作 他要上班 他要他的生活规律 还有蚂蚁当中20%都是依靠劳力劳动 就是不去上班 就是也有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除了自己的生活的 一种自私自利的心以外 没有帮助别人的没有帮助别人的心 那这种心是很下隘的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 就名字叫大学生 但是心很小 就是心就是小学生 文凭就是大学生 人与人之间一个很小的事情突破不了 非常执着 对自己他人都带来很大痛苦 所以我们当遇到痛苦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勇气 一定要要冤广 在其他有些学校里面 不管是在感情上 生活上遇到一点痛苦 有些人选择自杀 千万不能选择 我想是这里不会有的 在他国的大学当中 有没有大学生自杀的现象 在其他国家就有比较多 希望等一会给我回答 这是我的问题 我相信不会有 因为这里很多人信仰 当我们万一在生活当中 遇到痛苦的时候 好像人生就没有闷路 但是我们窗户当中 如果看见一件光想的话 也要突破要前进 因为人生的黑暗 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白天和晚上一样的 暂时的这种黑暗 你要等待 你要突破的话 也会有第二天的光明和阳光 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失败的人 往往都是来不及等天亮 就是黑暗当中迷失方向 我们人生需要等待 需要勇气 而且我们的微笑希望长存 谢谢大家的微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